鳳山的邢太太 邢太太您好 欸 您好 是 邢太太是我們的老朋友 選前太太打過好幾通電話 對 我首先要感謝創英文這個團隊 是這麼優秀 創這幫人 那個出口 就是麻辣土包子的 我們要感謝 因為他這樣 我們才有機會 把我們這個土包子 還給他送給總統府 你知道嗎 他如果沒有這樣的時候 我說給你聽 我們的韓市長 就沒有那個機會 好像選2020 我跟你說 他越來越下去 他都沒有反省說 他去年是怎麼輸的 對不對 一個副總統也說 支持韓國瑜的是那個魯蛇 現在又有人 麻辣韓市長是土包子 你沒有看自己這個政黨 你民政黨已經是拾到 他就這個中華民國這個咳 吃金 有什麼好事吃完了 吃到這個中華民國 就要打開了 然後你再跟我們麻 你看我們韓市長 這年來骨頭的人 做到這樣 流汗流到這樣 你憑什麼麻 我們是土包子 土包子才是你那個 總統府的發言人 如果我是總統 我看到你這個 我就把你死掉了 你憑什麼做中 總統府的發言人 對不對 我現在真的沒有 那個專台灣 有一個發言人 也有人土包子 土包子是做韓市長 因為這個高雄市 280幾萬人 在打招 沒命沒力 你們都沒有感謝 你們又提醒到 沒有一個好的 你們是算什麼東西 不要太生氣了 不過你支持韓國瑜 現在去選總統嗎 當然啊 我們家有五票 我跟你說 像這 我跟你說 我們整個發言人 支持他去選總統 因為你看到 現在的民進黨就好了 好像會說 那個投擁分配 真的有台灣人在打算 沒有啦 所以說台灣人要各親 各親說要選一個 真的為台灣人民在打算 不可以讓他們這樣騙到 真的一個公共生 什麼台灣人的女兒 我們要台灣 誰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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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好 我們謝謝這個形態的意見 我們再接下一通這個古山的陳先生 陳先生說 喂 請說 我是光 我是光 陳先生 是好 你好 請說 郭先生 你說 我再講 先拜託柯偉雯跟少廷議員 對於上個禮拜謝龍介的場次 以及我們高雄金英和這個燈會 我非常的質疑 為什麼吳登義 為什麼王金平 朱立倫是出國了 為什麼馬英九 他們身為國民黨要出來參選的總統 他為什麼不來謝龍介 不能來高雄 來幫韓國瑜把整個廠子做起來 沒有啦 不是他們不去 是那個謝龍介 謝龍介覺得說應該把焦點放在韓國瑜身上 對 不是他們不去 而且我在這裡我先呼籲一下 我在這裡先呼籲一下 今年台灣的燈會是在 平東 大澎湯 對 而不是在高雄 對 那少廷議員應該知道 過去的珍愛碼頭 艾爾的兩邊 煙火施放的很多 那個費用也浪費很多 今年的金英和的那個 燈會是最小最小的投資 但是投資的回報率最高的 好我希望大家注意到這一點 注意到CP值的問題 對CP值的問題 過去陳舉市長放的煙火 所使用的費用是非常的龐大 好那我希望大家能注意到這一點 韓國瑜的用心 帶來的景氣 讓人進得來 大家都發大財 謝謝 好我們謝謝這個陳先生 我們再接下通這個小港的陳太太 陳太您說 喂 請說 不好意思 我看那個中天的 是 我有話要說 我覺得我們的韓市長 真的太辛苦了 他我們那個高雄 被民進黨搞得這麼亂 好不容有一個韓國瑜 他真的不是又要換 之後要併什麼比賽 那個力氣又要還不出來 可是我們看的都很辛苦 所以陳太太比較擔心的是說 民進黨又要回高雄執政這件事情 對 可是我剛才有看 那個不小心看到那個 轉過去50次台 那個陳志松 我們之前他要去 我們是選賣給他去 一個人的 不是選賣給他去補完事的 我覺得他都一直補完事 這樣不是不對 心態是不對的 對 好像陳太太電視就不要轉來轉去 不是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是剛才轉的 我現在都不要 現在是沒轉的 我是 我剛才是轉一下 那我告訴你 他說我選韓國瑜 就是台灣人的在海 這樣不對 所以我們都給韓國瑜在海 要選賣給什麼人比較不會在海 選賣給他們的機會比較不會在海 說這種話 氣死人 好我們謝謝這個陳太太的電話 我們接下來通這個基隆的康小姐 康小姐你說 是 我們在台灣頭也很關心台灣委的事情 對對對沒有錯 是 對 你對韓市長這兩個月的表現 你從基隆看 覺得怎麼樣 你有去高雄嗎 我有去過高雄 你去高雄了 是韓市長執政之後嗎 沒有 在他還沒有執政的時候 還在選舉的時候我們就去了 你選舉的時候就去挺韓流 對啊 對啊 那因為我們基隆人跟高雄人一樣貧窮 投委都比較辛苦 對 都比較貧窮 所以我就去了 那第一點 我有三點要在這裡 要稍微要 要說明一下 有三點 第一點 我希望 我們的韓市長 他 要有誠信 對 你是希望他繼續留在高雄嗎 當然 他繼續留在高雄 因為要有誠信 因為做一個政治人物 他需要有誠信 因為他當初所希望的就是把 我們的高雄經濟發展起來 對 讓人 讓錢都可以進來 讓貨品賣得出去 所以我希望他目前還守著他這個誠信 做政治人物誠信非常重要 他如果當總統的話 連基隆可能也是人靜的來 這個獲輸的去 基隆也發大財 這個政黨不一樣 我不能夠這麼斷定 政黨 好 那第二個咧 對 第二個 我認為小英總統他要選 總統 他要想清楚 他要選的是 台灣總統還是中華民國總統 他要發言 要在NCC前面發言 在CNN前面發言 他要發言得很清楚 他要選台灣總統 還是中華民國總統 那第三點 好 第三點 我也希望我們在基隆執政黨 執政我們基隆 稍微回過頭一下 看看我們的基隆 對 我們的基隆 是不是只能夠這個 這個樣子的一個前景而已 只能夠蓋大樓 只能夠挖山 那其他什麼都不能做了 所以基隆也想要學高雄 當然啊 我們有觀光產業是最棒的 我們有小吃是最棒的 我們有很多旅遊地點是很棒的 景點也是非常漂亮的 為什麼我們基隆不能有些作為 好 我們謝謝康小姐的意見 他是先給韓國瑜意見 然後給蔡英文意見 我以為他接下來要給柯文哲意見 沒想到他回來討論 希望基隆也能向高雄 男子的劉太太 劉太太 你說 你好 我是高雄市民 那我們從大選完了之後 我們全家都很興奮 因為我們已經很少 在晚上八點之後 在市區看到有這麼多人在走動 然後有這麼多人這麼快樂的 在那邊購物 然後在那邊就是說灌花燈 已經很多年沒有看到這種容金了 那我們是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老天 就是四福給我們 給我們一個這麼好的市長 那我們是希望說 市長第一個 他要愛惜自己的身體 因為他現在是勸高雄市民的市長 那也是嘉芬姐的先生 也要好好的為他的家人 尊重他的身體 大家都直接跟嘉芬姐喊話了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 真的市長這幾天這樣看下來 他從他去度假回來之後 我們很高興他又恢復了精神 可是這幾天這麼辛苦的跑行程 我們很心疼他 我們真的希望他 能夠好好的照顧他的身體 那至於說中央怎麼樣對高雄 我想公道自在人心 全國的百姓都在看 他今天打壓高雄 然後不顧民意 今天甚至於身為一個總統 竟然跑去告楊壯 然後跑去跟外國人說 他來選我們的總統 真的是很奇怪 今天將來2020年投票給他 他沒有告狀 他是宣布 他是跟CNN宣布說他要選 他很莫名其妙 到底是誰要投票給他 那他竟然還去跟外國人說 他要選總統 他連民進黨內的初選 他都還沒辦過 他就可以這樣子講 他真的這麼篤定 就是他的嗎 他要不要再來看 你看上 陳其邁是怎麼落選的 好 我們謝謝這個柳太太的意見 接下來通這個三名的龐先生 龐先生請說 喂 主持人 各位來賓大家好 請說 我有幾點意見 第一點 韓市長他的很多意見 政見 並不是 從一個地方的首長 就可以去執行的 一定要在中央的這個高度 才能夠去執行 所以我覺得還是支持韓市長去 競選2020的總統大會 你覺得韓市長去選總統對高雄的建設 也會有幫助 而且可能更有幫助 你想想看今天即使是 侯市長跟盧市長 他們的很多政見都卡在中央 被中央穿小鞋 這大家都 經常在講的 依照民進黨這種 刻薄堅酸的心理 他絕對不會讓這三個市長好過的 因為 讓他們大敗 這是對他們來說 是奇此大辱 而且是危及他們的政權的生命 繼續下去 所以他們一定不會讓 他們這三個有好日子過 那我也有抽薪 補底抽薪之招就是 直接去 從指揮執政權 所以韓市長去選總統不只是 舊高雄還舊台中也舊新北 好我們今天 舊台灣 好我們今天下一通 這個錢津的蔡先生 蔡先生你說 你好 是請說 你好 我覺得韓國而已 不用出來選 不用出來選總統 因為蔡英文不會調 你認識我 讓國民黨的調 還是讓柯P調都沒關係 對柯P都沒有應用 你認識我 所以柯P如果在競選期間講說 他要支持韓國瑜建設高雄 高雄人就會支持柯P 是這樣子嗎 因為柯P跟韓國瑜的關係很好 對不對 他們的高證有高證 柯P的 也不會說柯P的不要 柯P要怎麼說 他 蔡先生柯P騎腳踏車去高雄 你會去跟他迎接嗎 柯P我 我對 我不是柯粉還是藍粉 我不是 藍粉 我沒有在投票 你沒有在投票 對 你看老人就對了 這票沒有算 因為我對這個 因為 政治人物 你怎麼說呢 這說起來會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